东林结石 以关沧海 水河淡淡 山倒耸致 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 红波涌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 兴慎志在 歌一永至 这应该有一个掌声 北京德云社 相声一对 传统评书大会 正式开始 头一个呢 我先来说 这挨刀 头一个先挨 这时候刀快 死得脆脆 咔嚓一刀下去 人头落地 你看往后哨子 尤其是晚上 最后一个说的这个 好聊 为什么 刀都顿了 改锯了 拉一钟头 晚上最后一谁 一早 高峰高老师 可能是高峰高老师 这个说惯了相声 说这个平夫 还不太习惯 为什么呀 没有这个 报幕元同志 原来都是四宝老师 往这一站 就是高峰老师 那个爱人四宝同志 下面去跟相声什么什么 原来说谁谁谁 我们有一个准备调整的这么一个时间 你没有他了 我坐这跟您闲聊 一个是呢 也放松一下我的心情 一个呢 也是拉近和诸位买票的同志们 事件的距离 后面咱就不管他了 因为他不算产值 咱这位说呢 咱这位说呢 说的是大闹大名府的这么一个故事 刚才这个定场师啊 刚才这个定场师说的是这个 他那个《前言》里头写的这个 薛宝文写的那种 写的那种 我觉得有些地儿 这位细细的品位来 他倡导的是这种侠义 倡导的是这种 英雄气概 哥们儿义 江湖豪杰 可是 所谓的江湖豪杰里 也有一些 这种 尖巧 印度窝 这些东西 也都有 而且呢 你所谓的这些 反王里面 就包括宋江 咱们这些 其实 他还是没有逃脱一个 画境的一个框 他本身 他是一个 用现代的话说 这别往我们网上说的 政府体系的这么一个人 从政府体系培养出来的这么一个人 他跳不出这个圈 他最后还得归到这个体系 可是 他的这个出发点 就和豪杰英雄 豪杰的 豪杰的这些个出发点 一些响耳皮 后面的先生 林家康啊 嘿 这些人里面 就有好多 你光顾一些 一些人最后惨死啊 对吧 也是这个原因 大龙虎里面呢 说的就 主要人我觉得 还不是宋江藤这些人 而且这里面呢 有好多 小的小段 是很幽默的 这么一个事 说的 大家我知道 宋朝的事 北宋 北宋这是八地的事 宋徽宗的事 我觉得在宋朝 有宋以来 所以我们在后台讨论这个 说有宋一朝是哪朝 有宋一朝是南宋 北宋加一块 叫有宋一朝 有宋一朝 我觉得 当时 中国的军事 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最弱的 社会的发展 经济上 经济层面还可以 就是表面上的 文化层面上还可以 但是老百姓的生活 确实 只是说 他的上层 上层建立的这些人 他可能 从 艺术的修养上啊 从各生活的状态上 质量上 这都是好的 但是老百姓 绝对是水深和火热之中 但是我觉得 徽宗一朝是中国文化 上面 最好的 徽宗一朝 宋徽宗 这有的时候 我们昨天讨论 这人是叫赵吉 也是叫赵捷呀 有好多老艺术家 念赵吉 我呢 也受到这个 这个污染 我也念赵吉 后来呢 有这个我们那英明的学员 给我指导 说这叫赵捷 我后来查了 他确实念赵捷 宋徽宗一朝 他有六个还是七个年号 每个年号时间都不长 但是徽宗这个人 第一 他发明了寿金体的字 第二 宋徽宗一朝所有年号出的钱笔 草书 寿金体 传书 都是宋徽宗自己写的 是我家 因为我人爱好收藏钱笔 所以他的这一朝的钱笔 我觉得特别好 就包括 咱知道这个都花铜钱 但是宋朝 宋朝以后 就是铜钱就多了 那个时候有铁钱 铁钱的质事 比铜钱的重 特别沉 后来为什么就发行了那种 纸的那种 就是咱说那银票 叫交叉 发行那个是为什么 因为大宗的贸易 上哪儿买东西 太沉 你得提着好些东西 都你买一百斤米 都得拿二百斤钱去 这个不够这个调配 这运费也受不了 后来人发明了这种交叉 交字 但是铁钱流传到现在 您看那个时候的钱 非常的精美 非常的漂亮 那个字体写得非常的好 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包括宋朝 就是说这个五大名谣 宋朝官谣的词器 非常的好 什么君谣 歌谣 汝谣啊 那都是宋徽宗义朝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特别重视这个 特别重视这种 这个词器 做成什么样的制式 是一样的 可能做一万件 出不来一件 他要求的规则 所以传世人也少 他特别的精贵 清明上河图 也是如此 摇绘的福利谈话 开封府 叶良城的这个景象 这就是有宋一朝 宋徽宗的那个时候 虽然说天下大乱 但是他的文化造语 我觉得在中国的历史上 最后的一个顶峰 因为我觉得 南宋以后到了元朝 元朝以后 由于元明清嘛 三个朝代有两个 是这种少数民族政权 少数民族政权 势必就会带来一个 文化的滞后 所以中国就渐渐的 在历史舞台上 失去了他原本应有的 那种地位 那种大国的自豪感 一直到现在 我们也没有完全的摆脱这种 这个可能有那么 小一千年的那么一个历史 就是从两宋以后 少数民族政权统治 以后造成的这个损失 这回是说呀 这七帝折冬 驾崩以后 九大王 到街 登基做了皇上 这就是宋徽宗 宋徽宗这一朝啊 他把这个注意力都 放在了文化上呢 玩乐乐呀 享乐 放在这上 朝政不闻不问 致使朝政腐败 民不聊生 老百姓 老百姓 卖儿卖女 能卖出去的 这都算好的 有的那个就一块都饿死了 这个时候 朝廷里有四大奸臣 以高求 蔡庭为首 四大奸臣 为首的最厉害的奸臣 大奸臣 大奸责高求 官拜太魏之之 就是这个人 高求这个人 卧不卧 小霍霍出身 没什么大能力 地痞流氓 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吃鹅瓢骨 坑蒙拐骗 卧不卧 可是这高求啊 有一个好的 什么好的呀 高求会踢球 这踢球踢得不错 当然不是现在的足球了 要不然中国足球也不至于混到现在这份上 当时踢的不是现在这种圆的足球 皮子蒙的这种 簇军 踢的是绣球 而且当时踢球不是说 风术是次教 关键这我还真查过 这不是这书上写的 簇军这个东西 以什么祥人 以什么取胜 比分是很次要的一个环节 看你踢的好坏 他有好多姿势 什么白鹤亮翅啊 什么这个 李辉多鱼啊 好多姿势 你看怎么 怎么哪个姿势 这么着 看谁的画上 谁的样式多 谁的就好 我弄不上好 你这个样子好 跟杂技有关 你看中国好些杂技的传统的东西 包括顶坛子的前身 其实是簇军 这球怎么能能在身上来回的爹来回的顿 做出好些花样翻着跟头踢那球 高球这些 二十多岁了不学无术 怎么办干嘛去 后来家里烦人脱窍 给他找了一个差事 什么差事 在一个王爷府里啊 当差语 王爷 这东西给谁送去 这东西给谁送去 他干这个 就等于现在这是 就算快递吧 就是那个游游地员 你把上去 他就给他送去 说在这一天 老王一声令下 让他给高球 让这个高球啊 给九大王送公里 九大王就是这个 赵杰 当时还没有当皇上 这个宋东 来到王爷府 这王爷府 远看雾气招招 进桥法要四少 王爷府嘛 这个皇爷府 好 王爷府 近点 一进大院一看呢 王爷正跟一帮人踢球呢 就是 现在要踢球啊 那叫促居呢 呵 正如意乐 人家这玩意呢 高球呢 也不敢去打扰人家 怎么办呢 旁边等着 站在时 等着 就看这王爷踢 这王爷呢 也不是这个 很会踢的人 也就是 胡踢啊 跟王武肃弄 胡踢 跟他一块踢球人呢 你跟王爷踢球 他又不敢抢 又不敢躲呀 哎 就让这王爷 喝 王爷踢的真美 其实呢 就这帮人就 我们他一着玩 好 他产人一下 判人家犯规 黑少人就是 从那时候留意 是吧 玩一着玩着 突然间这点球 多 踢的远了一点 用现在的话说呢 这球踢出界了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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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巧 滚到高球身边 高球这人 他会踢球啊 他有一个下意识的反应 如果他冷静了 他不敢踢这个球 可是当时 怎么好奇这个 有的人比如说 这人 懂历史 我这哪说的不对 他不管别 下意识他就告诉你 你这哪哪不对 是一种下意识 多 他来了一个燕子三点水 噔噔噔 咚一下 把这球踢得很高 又踢回到九大王这儿了 球到了九大王奔侠 九大王眼睛一瞪 他就愣在那儿了 他这一愣不要紧 周围围观的这些 你看这燕子三点水 没见过这些 都是好 纬纷的鼓掌 哗 九大王呢 有点下不来台 咳嗽了一声 这一咳嗽不要紧 所有刚才鼓掌的人 都不敢鼓掌 好 听这儿了 很好的那些人 好 好 一看这王爷这样 啊 有啥吓不掉下来 哭咚咚跪倒了一片 唯一站立的 一个是这九大王 一个是高雄 四目相对 高雄这时候吓坏了 哎呦 这是王爷呀 这叫掉脑袋呀 王爷一发威 奴才就撒罪呀 这掉脑袋呀 王爷瞪着眼 走到了高雄的近前 高雄这时候 扑登登跪倒在地 压着 王爷 小子有罪 王爷过去 拍了开高雄 这个燕子三点水 是你踢出来的 王爷他明白 这叫燕子三点水 能叫得上名字呢 这燕子三点水 是你踢出来的 哎 小的不猜 他不能说是 一说是 这麻烦 跟王爷回话 哪能证明呢 哎 小的不懂 好 踢得真好 这一说好呢 王爷不是乐 好 踢得真好 不 这跪那儿 那帮人可吓坏 一心话 这王爷 这什么心眼 这倒是好 倒是不好啊 还纳着门呢 这回呀 王爷非得没怪罪高雄 反而啊 嘿 赏了高雄 二百两文银 高雄拿这银子 高个姓就回去了 王爷呢 没事就招这高雄来 你上这 咱促军了 踢了 好 踢的好 踢完了还管饭 每次都打赏 七弟折冲 架了崩以后啊 这徽宗继位 赵杰他就继位了 他当了皇上 他当了皇上 他也没忘了高雄 高雄 在八帝徽宗这一朝 这就官拜了 太尉之旨 官拜了太尉之旨 这多慎的好 你说 我这幸亏这词被他走 刀求这个人 要当上了大官 这回可不要紧 变本加厉 怎么叫变本加厉 太尉这个旨 是文职里边最高的官 他呀 还不担心 还觉得我还得争取 最后要争取一什么官 保卫皇城 京师嫡妒 汴良城的军事归高雄官 也就现在话说吧 就是这个中央军委主席 就让他把这个官员弄到时候 这时候满朝的文武没有不怕高雄 为什么呀 咱就得分析本去了 有本事的怕 为什么怕 他本事不如人家 既不如人 他恨他 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害这个人 好多个英雄志士都是赠着被高雄给害死 对不对 他害死了好多 不如他的这些人 哎呀 我想升官发财 怎么办 贿赂高雄 高雄当时在徽宗一朝 富可敌国 这就是高雄 而且高雄呢 日常的生活当中呢 生活极其的腐化堕落 高台卫 高老板 极其的腐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 收受贿赂这环则是小事 家里妻妾成群 还不闲着 街上逛街 几个人走着 对面过来俩女孩 一长得好 一长得不好 哎 好像长得好 这个归我了 怎么着 这就归她了 这女的就归了她了 商庙里面烧香去 她刚进完香 王爸一走 一个妇女跟着她的丈夫 俩人去烧香去 哼 这姑娘长得好看 到去一看 这个娘子 长得比较的新鲜 来人哪 让老和尚过道义间禅房 我就在这里入洞房了 在寺院里面 她就入了洞房 高求干的事 最过分的 皇上每年进宫选的秀女 从河南地搜索外的美女 皇上选秀女 高求行看 那么她是太位啊 她得审呢 站好了 站好了 报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报数 这八号不行 八号不行 一号长得不错 五号 六号行 这个我留下 剩下的 剩下的给皇上送去 剩下的给皇上送去 圣女 圣女 这个文 就是从徽宗一朝来的 圣女给皇上送去 圣女不是贬义词 好像这女的嫁不出去了 叫圣女 不是 给皇上圣下的叫圣女 这这是史实啊 在皇上圣下的叫圣女 说了这么一天 这个高求啊 接到一个人给她送了一点礼物 这个礼物不是旁的 是一位美女 南院那边 一个当官的 像八级高求 搜罗在南院那边的一个美女 鸾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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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貌若天仙 沉于诺艳之中 碧月羞花之貌 这个肤色长得白呀 白到什么程度 您看那个煮鸡蛋 煮完了以后把皮给扒开了 搁在这个窗台外上 搁在窗台外上 让那个露水呀 进一宿 第二天早晨起来 太阳微微的泛红 刚一升出来 罩在这个鸡蛋上 这还透着点露水 又这么滑又这么嫩 百里透着红 与众真不同 就这么漂亮 这个美女 鸾屎 鸾屎这个姑娘呢 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 高求甚是其爱 次名叫四宝 鸾四宝 哎呀 很喜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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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可是呢 这个女人又不好的地儿 为什么呢 不爱说话 哎 不说话 其实这不说话 还不是说因为 他不爱交流 他是因为这个语言不同 当年呢 这个开封在河南呢 这个南越就是现在 广东一代 人家也不是说粤语 跟咱这儿语境啊 语法呀 都不一样 比如说咱这儿说了 咱要上哪儿去啊 你上哪儿去吧 人家那儿 雷海冰斗 他交流不了 跟高求听不懂 当时这交流没那么频繁 他听不懂 哎呀 这范畴怎么能让我这美人高兴 整天就范畴 这美人愁眉不展呢 这鸾四宝整天就是闷闷不乐 哎呀 高求烦了 可是你说这是烦 朝廷上那儿 他可是春风得意啊 谁都怕他呀 惹着他的 第二天准倒霉 要不 轻者给你发配 忠者灭门九族 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 可是你说 包括高求这个顺风顺水 这个 就这么好啊 哎 也不见多 高求啊 也有倒霉的事 倒霉在哪儿 说要这么一日 西梁国 禁供了 宋徽宗一件奇珍一宝 这个宝贝呢 这个位置上 有两块宝石 就是龙的左眼右眼 一个叫避水珠 一个叫避火珠 避火珠如果转动 东景天喝这个酒 酒壶里的酒是温的 转动这个避水珠 夏天喝的这个酒 酒是凉的 跟冰震的一样 奇珍一宝 这个最大的优点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晚上把这个壶放在屋里面 把所有的蜡都吹灭了 这个壶闪闪的发光 照如伯咒 别点一百个蜡一千个蜡 这个都要掉 皇上拿到这些东西 爱不释手 好喝 拿到手里盘 嗯 这好 好 哎呀 爱不释手 徽宗喜欢这些东西 徽宗立刻连着 穿我的旨意 九月九端阳日当天 我要在深宫内院 念请文武报关 大家都来 每个人都尝尝这个湖里 倒出来的酒 皇上高兴 高求呢 也高兴了 高求为什么也高兴了 他也知道这是个宝贝啊 他一想 九月九 现在刚八月初 我的那个鸾爱妃鸾四宝 他是八月十五的生日 这八月十五的九月初九 还有些日子 哎 后来一早点 这这个鸾四宝奔兔也是一天 哎呀 哎呀 我要是把这个湖中宝四囊 我先弄我们家玩两天来 岂不是好事啊 他这么一想 其实呢 这个办理这个宴会皇上宴请这个事 是内部府的事 高求人是太位 官太大 他手底下手底下手底下人管干这事 可是高求呢 他就是为了想把这湖啊弄到自己的府上 怎么办呢 跟皇上主动请用 哎呀 万岁 所以 臣愿意竭尽所能帮您完成这件事 皇上自然高兴也很喜欢他呀 好 高爱乔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这件事交给他办的 他办的不要紧 那这湖在内宫里面藏着呢 想尽办法 贿赌的这个太太 把这湖弄出来了 弄出来以后 搁哪啊 不搁自本家里 搁到了白虎堂 也叫搏虎堂呢 搏虎堂是什么地方呢 这就是中央军委最高的办公厅了 当时所有的军事大师都在白虎堂生意 他把这个白虎堂就布置成 他那个鸾爱飞的这个生日的这个寿堂 白虎堂为什么叫白虎堂 正座背后有一个大老虎 其实是一个秀的画 但是这只白虎上的毛 是从东北逮的一只斑斓的白虎身上的毛 秀到上面的 价值连城 象征着威严 这个画挂在这儿 下定下这些个蚊子呀什么的 没有敢过来的 因为老虎身上有种特殊的味道 不瘦之王 什么东西都怕 象征一种威严 这个高秋一看 吹一下吹一下吹一下 挂一个老兽型的像 老兽型的大家伙都知道 奔头大脑子 就是他 挂一个老兽型的画 帐八条案当公司 这这这 错了错了错了 换一张八仙桌子了 摆张八仙桌子 上面摆张瘦陶啊 挂过梨陶啊 鲜裹着干裹着 摆好了 你看这个还不够气氛呢 我得写几处字 写生日快乐 贴在这边 万寿无疆 写在那边 五黄万岁 五黄万岁不能写 这四五 他想 他表示我对我爱飞的这个爱意啊 写上 四毛我爱你 小鸾我爱你 队长你最美大 队长你最好 贴了一屋子 这是军事机关呢 改成幼儿园 这儿画一头心 那儿画两头心 这儿画一秋一刻之将 哎呀 这屋子不值得 好 太多了 然后呢 把这个壶放在哪儿 不能放在明面上啊 放在哪儿啊 特意 找人 学某上等的木料 紫檀 拿着紫檀做了一个方盒子 用这个锦段的铺在上面 锦段做成什么样 您知道这个吃的花生 花生米蔓 那个壳做成那个颜色 最高级的颜色 盖好了 放在这个八仙桌子正当中 哥是摆好了 天天喝 哎呀 高秋喜欢 拿这壶天天盘 喝 我盘的这个宝石 这两个蹭蹭 好 哎呀 好 盘的是金光尚亮 可是这天天盘也不行了 别到放去的时候 他就想如果这个丢了怎么办呢 赶紧得找啊 贴心的人啊 贴身的人 找了两个将军 给他看着 那俩人啊 一个是大刀将方程 一个是这个花香将云炳红 找了这二位 这二位是马上部下样样精通 十八八五亿都能抄得起来 有万夫莫党之勇 这两位将军 喊过来 二位将军 这不如现在胡志称 鸾爱飞的这个寿堂了 啊 那个 这里面呢 有一件奇珍异宝 我把它放在这了 你们要轮流的给我把手 一定不能失误 不是两个人把手 人缘还是少一点啊 怎么办呢 刀球有的是侍卫啊 找侍卫 选了四十名侍卫 这四十人很难选 二十岁以半 三十岁以内 年轻力壮的棒小伙子 那都得是肩胖背后 醋饿了 黑幽幽的面孔精神抖 腰板不塌背不脱 不云不喘不咳嗽 哎 选了这么几位 这四十人 赫 往那一站 个头一边高 肩膀一边宽 赫一汉 毫无事 万无一失 但是 这方程跟这个云炳红这俩人啊 高求大爱将 这俩人 啥 兄弟 咱这回这个差事 一定 咱得给他盯好了 甭管家里有什么事 咱都得盯好了 高太位 给鸾四宝过生日 这样是过好了 你琢磨着 咱这把省银 还少得了少不了啊 他就想着这了 可是这俩人呢 他就忘了一件事 您倒是问一问呢 这个高太位 我们怎么把手怎么看呢 也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 两个人整天 就住在这博虎大堂里了 按时有人给送饭 送酒 好 吃喝 这日子呢 一天天的过去 俩星期 用现在话 俩星期以后 您再一瞧这样呗 呼 长得跟我这块似的 天天都不动 高秋有一天 又来到博虎堂试茶来了 呼 你们这俩人是干什么的 哎呗 您这我们都不认识啊 我是丹炳 我是云炳虹啊 呼 你们这怎么弄的呀 天天就是吃啊 你们让你警戒的 不让你们吃坏了呀 这么一说 俩人害怕的 眼看就来到八月十五了 高秋吩咐过呀 八月十五晚上三星天 要给鸾四宝鸾爱妃过生日 守到这个时候 你们俩就算胜利的完成任务了 这一看啊 咱得加强警戒了 怎么办 给这四十位开会 给这四十位 找了找了啊 我跟你们说 咱这最高的时势 高太尾说了 如果咱们能够坚守到八月十五夜半三星的时候 咱们 哈哈 高太尾大大的有赏 如果出了半点的差势 定把儿章发背边疆 这四十个人 年轻的棒小伙子刚说了 二十当当算 三十岁不到 这刚成家还没立业呢 都怕这 您放心 您放心 方程有主意 你们四十个人分成两队 二十个人呢 围着这个伯虎堂的外围转圈 转一圈 回来歇一会儿 那一队再转 让他们来回来去的转圈 你们来回来去的倒着 就那么转着 我们两个人就在大门这守着 有一点 你们一定要留心 门口窗户一定要留心啊 对 这四十个人分成两队 哪会怎么转这道 就怎么走 转来转去 转去转来 这一天就到了八月十五日 这一天下午快要擦盘的这么一个时候了 这俩人一想 哎呀 这马上这天就黑了 咱一样看这任务就要完成了 嘿这是好事 渐渐的呢 渐渐的呢 这天就要黑下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在东墙外呢 呼听的有声音 从墙外边伸出来一个斗大的肉脑袋 这个肉脑袋具体有多大 您看我这脑袋 比我这大两号 脑袋上面没头发 远看像是一个和尚的模样 这个人长的是一字眉 两个大眼珠子 这两眼珠子有多大呢 如果没有别梁子挡着 这两眼珠子碰一块能碰出响来 能碰出响来 如果没有仰眶在这儿 固着它掉到脚面上 脚面必是粉碎性骨折 掉在地上 咣当一下子 能砸一大坑 就这么大 他们俩分鼻孔 鼻须外露 这人这个嘴长得可是太大 大到什么程度啊 没有耳朵 没有俩耳朵挡着 这嘴的链子从咔嚓一声 脑袋能分成两半 就这么大俩嘴 就这么大一嘴 保姬有说说错的时候 我主要看你摘不强 帮你一看 眼珠一转 小声呢 他又吓 这个时候天色已晚 这两个方程他们两个人在这儿 方程伸了个懒腰 哎哟 哎呀快到点了啊 这个谁呢 方炳红啊 他看方程啊 方程看着他大哥 云大哥 咱俩在这儿耍了这么些日子了啊 咱是为什么耍 兄弟你糊涂了 今儿不是四宝过生什么 咱不给四宝过生什么呢 大哥 大哥 他说您骗我吧 您骗 此言差矣啊 咱这屋里有宝贝啊 哎 有把知道吗 八宝紫金野光湖啊 咱没见过 在那紫檀盒里 咱没看见过 这俩人给和一下 兄弟 大哥 咱趁这太队还没来 咱俩先欣赏欣赏这只湖子 俩人就动了心子了 这一动心子不要紧 你们俩人 兄弟 你先在这看 我先去 这个云炳红啊 回头就要去 方程这时候一把挖着他 大哥 大哥 嘿嘿 挨到的事我先来 咱太队的规矩 咱俩谁不知道啊 是不是 枪打猪头脚啊 我先来 我先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死了不要紧 大哥 您这上的老下的小子 我先来 谁呢 都愿先 头一个看看 这俩人争执的 我先来 我先来 最后这俩正义的人士 俩这么大将军 蔡丁河 大哥 我出包子 你出什么呀 我 我出捡子 好 这还真实心眼 这方程真出了包子了 那出的是铺 把他赢了 江还是老的了 咱这个说的不一样 你看我天下人吧 我们管这个叫包子 这叫薄 这叫剪子 你知道吧 咱说说话不一样 这是谁 云标红 然后他先去看 打开这个盒 上面盖着这个布啊 这个跟那个 发生你一样 色的这个布 这布打开 这壶一拿出来 当时还没到掌灯的时间 可是 你再一看 这个屋子里 就跟白天一样 刚一打 还没 就是这样啊 刚一打开 一点一点的 分出万道的金光 呵 真漂亮 还说 蹲下着这个布 同志们 人哪 总是有贪念 凡事 我不知道在一会儿 有没有上博物馆的经验 你到了博物馆 你看到那斯姆姆大方岭 我去过几次 我哪次都觉得那是我的 人总有一种贪念 明明公拿着泪 虽然他是高丘的手下 虽然他阿谀奉承高丘 可是他心里也想 我要是宰了他 把这壶拿走 该堵好 人都是这样 有的年轻的朋友看过魔戒 魔戒就是对人性最好的一种诠释 好人 坏人 都一样 当他面对着诱惑 每个人心里的方线都是脆弱的 拿着这 爱不释手啊 方程受得了吗 方程也没瞧见呢 咋吧 咋吧 差不止 差不止了 哎呀 实在 我再摸两下 摸了几下 很不情愿的又放回了这个盒子里 他出去看门去了 方程回来 方程年轻棒小伙拿起来 我这刚要咬 哎呀 不要不要不要 您这咬完了咱俩都活不了 哦 对对对 我摸我摸 哎呀 沾沾的这喜气 哎 这都好 爱不释手 就在这个时候 就听见外面 锣鼓声响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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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军天的鼓声 这时候就还差一更的时间呢 这俩人把这个壶 小心翼翼的放好了 把这个布都给他盖上了 为什么要这样 高求这个人 从不相信任何人 谁要动他东西 一眼就能看 小心翼翼的弄好了 按照原来这个 放好了 俩人就坐到门口去了 大哥兄弟 就还有一个时辰 高台卫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 咱怎么 咱也动了起来 咱站在张宝宝 把那四人喊来 咱 哪个门哪个窗户 咱都给他站好了 还有一个时辰 一会儿咱一准备 一忙活就过去了 刚说到这时候 就听见伯虎堂侧厅 有一人谈走了一声 谁来了 高求高台卫来了 高求今天 为了给他这个小爱妾 这四宝 过生日 好 下了血本了 今儿没穿着官衣 穿着一身便服就来了 头上戴着一字的方巾 身上穿着一件万字的场 金线袖的 妖记黄龙丝韬 足下穿着一双 红段子 腹子驴 就是这事 打扮得好 你看 但高求的这个长相 大家可以想象 眉毛是秦桧的眉毛 反正各大奸臣的这个长相们 急于高求一身 哎呀 奸相长成 那你闭上眼想 那么秦桧 这些赵高的这包 长着模样 你看他 呵 都有所体现 就长这么一模样 高求来的 非常的高兴 哈哈 这个二位 俩人一看 哗啊 高台卫来了 赶紧 颜首尸里 太费 你们在这守得怎么样呢 好啊 我们守得 我们守得挺好的呀 高求说 来 中国人何在呀 就问 他这个手底下 这帮人都上哪儿去了 徐氏 都在外面徐氏 说到此处 就看见 东北角 有一个大火球 这就滚过来 火随着风动 风挂着火走 就有远即近的滚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 方晴 方成温 云炳龙俩人 拔刀 这是什么呀 怎么有一火球呢 就追下来 在院子里追 这俩人一追 他不要紧 那四十个武士 正好换班过来 一瞧 呦 我们这俩将军 这怎么了这是 赶紧拿着刀枪键 你快追 追 好嘛 这四十多位 在院里玩了赛跑了 火球在前方 这次一人哗 在后头追 追来追去 追去追来 追到了西南角层 火球没有了 呦 火球没有了 方成这个时候 顺势从脑袋顶上 把那个簪子过去 笼发包巾 把那簪子拔下来 噪 就插在地下 火球没有的那个地方 为什么这样 中国呀 传统啊 迷信 古代人迷信 他们相信什么呀 地上突然间出了火 或者突然间出了水 这个地方有财 出了火 这个地儿有多大财 出了水 这个地儿财更大 你比如说前些日子 我们那个伟大的近邻 日本就发了一笔不小的财 拿水好几百米高呢 非常好 一看车子 别追了 别追了 去拿铁锹 拿铁锹去 拿铁锹吧 往地底下挖 能挖着金银财宝 这底下这帮当兵的那四十个人 一被吴殿范 有拿刀的 有拿那个铁锹的 挖 一会儿的工 挖了三四尺深 这时候 方程一看 不能再挖下去 为什么 这是四十多个人 太累了 在屋上看着 这给谁分 不给谁分呢 这个 跟他大锅 云炳蒙 使一眼色 哎 来吧 咱不能再挖了 太累一会儿 着急呀 这破坏个怨 云将军也明白这把事儿的 嗯 兄弟说的是 同志们 不要再挖了 把土地捡上去 专头填钱瓶了 踩瓶了 不能再挖了 手底下这帮人啊 也明白 是不让再挖了 我看你们俩人是想独吞 你们这孙子屁 都能好死 把这都填过去 填完了以后踩瓶了 把这个砖又弄好了 这俩人偷眼一看高求 高求非但没有生气 坐在椅子上 扇的小扇还挺美 为什么 高求这个心思 满眉在这挖宝贝上 为什么呀 就这点金金财宝在高求那儿 九牛之一毛 不值钱 完全想的一个是这个胡 一个就是他这个爱妃四宝 就想这两下 所以他也不太在意 啊 摇着上 喝 美着 这俩人一看他美着呢 赶紧填好了 吩咐这丛人 去 你们啊 赶紧 赶紧 去去去去 接着凶 接着找 这公主一看 马上就要三惊天了 高求高太位 这个时候 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哎 我现在 就把这壶取出来 把这壶里倒上酒 一会儿爱妃来了 拿这壶 要喝凉的有凉的 要喝热的有热的 嘿 好 我先准备 走到八仙桌子进前 拿出了这个锦盒 打开了 打开锦盒一看 锦盒里是空空如也 糊没了 高求一看 糊没了 这怎么办 高求坐在太师意义上 来人 鸡鼓 为什么叫鸡鼓 鸡鼓传队 咚咚咚咚咚咚 一通鼓响 非龙棋 非虎棋 非豹棋 非凹棋 几班人都站好了 列成两排占好了对 方程一想 这马上就要开席了 我得谄妹一下 方程伸个格子来到高丘面前 太累了 高丘bling 吞完了就给方承一的嘴巴 你他闹回蛋 这一巴就打的 打了好几个滚都没起来 高雄一脚 吞倒了两瓶的水 把这个八仙坐子踢倒 那位坐子这脚有这么大劲 他老踢球啊脚上有弓 八仙坐子就给踢倒了 八仙坐子一踢倒了不要紧呢 什么兽陶啊什么兽礼啊锦盒都掉地下 这么吃了喝了洒了一瓶 这俩人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刀铺手高雄一喊刀铺手 把方承这两个人压下去 斩首 一听这斩首方承不干了 太累太累 我怎么了 我冤了 我冤了 就在这个时候 听见外面鼓打三声响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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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三青天的锣一响 三青天的锣响吧 就听见对面的房檐上突然传出了一阵笑声 哈哈哈哈哈哈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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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双僧鞋 怀里打着一个袜子 这袜子裸钉裸钉裸钉 穿着这么一声 这个料子据说 是从马尔代夫寺帽里来的 这是好料子 穿这么一声 一看见这个人 高求也是一愣 就看见这个人 左手里边拖着一只宝壶 在月光的映衬下 闪闪的发光 正是那只宝壶 哎呀 正是这个宝壶啊 这人右手一使劲 啪 甩出一把飞刀 就朝着高求的面门门来 高求踢球的人呐 身上也有功夫 一挫身一低头 蹭 贴着他这脑袋上面的发迹就过去了 这标扎在哪儿了呀 没扎在别墅 扎在他后面那个名柱上 当就躲在那儿了 高求一锁身 蹭 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赶紧喊着 来人呐来人呐抓刺客 抓那个偷东西的和尚啊 这屋这时候就乱了啊 有喊的 有跑的 有嚷的 还有那刚来的嘴巴 那醒过味儿的 呵是屋里乱 刚才八仙庄那些东西 也都撒一地 这踩一脚 那踩一脚 那寿槽 全改上烂柿柄子了 哎呦呗 刚才挂的宫灯 宫灯也灭了 何花灯也碎了 哎呦呦呦 这个乱 乱的是无意乐乎 这时候过来了一个亲随 拿出了一张字简给高丘 高台北 这是从那个飞镖上摘下来的字简 您看一看 高求拿过这张字简一看 呀 上面写着四句诗 生平英雄胆气豪 铁骨钢锋逞英豪 寺庙学习整十年 道德保护 任逍遥 高求看罢这个叹了一口气 死不如命 休矣 好 有一个休息的时间